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从前天开始乌克兰的部队跨越边境 进到了俄罗斯境内 进到了库斯克 这是从二战以来 俄罗斯的本土第一次被外国势力侵入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当然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可是以两国的整个国力来讲 本来以为乌克兰进去只是袭扰破坏 本来只是小打小闹 没有想到 现在乌克兰看起来它是完整的 现在乌克兰已经大举的 有更多的部队派进来 而且已经巩固 我们昨天讲的库斯克地区 不但是进到了库斯克地区 现在对于利培斯克 这个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还有比尔戈洛德 这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后援基地 竟然都进行了远方的进攻 这个地方不断火光四射 今天更可怕的是 美国五角大厦居然怎么讲 美国五角大厦之前曾经再三的交代 美式武器绝对不可以跨越了乌俄边境 可是他今天居然讲 现在美国的不管是海马斯火箭弹 或者ATSMS的这个陆军战术飞弹 你现在乌克兰都可以打到俄罗斯的任何一个地方 等于说现在美国不但开绿灯 美国不但开绿灯 现在也变成了乌克兰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 还有现在除了乌东地区背后的这些地方以外 更可怕的是在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现在俄罗斯以及三分之二的空军已经撤出了 还有非常重要的赫尔松 乌克兰竟然发动夜间攻击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国防部他们居然怎么想 现在要拿下克里米亚 要比拿下乌东更容易 难道现在这场战争 有人讲说它是一个弥宗战术 有一个大运回战术 现在是三方进行攻击 三方进行攻击 要让俄罗斯完全摸不着头绪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来的方 首位的财经专家黄磯松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我们要特别介绍 这是台大第17号收陈文山 陈老师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赵宇轩 大家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刘宇峰 大家好 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宇德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黄磯汉 杰克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说 昨天我们还认为说 今天乌克兰的部队 一千个人进去到了库斯克 库斯克只是小打小闹 只是洗扰破坏 打完了以后打带跑就好了 因为以乌克兰的军力 以乌克兰的人力 它是不可能在俄罗斯 占领任何土地的 结果今天状况完全不一样 昨天不是一千人吗 对 先变两千人了 先不但一千人变两千人 而且周边的利佩斯克 比尔戈洛德 全部进行大规模轰炸 那我们讲说你只有在乌东的背后吗 没有 竟然南边的克里米亚 还有赫尔州 都传出爆炸声乐 而且1941年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本土被入侵 这个普丁当然非常生气 他说这个重大挑衅 他当然知道 普丁生气了 对 他当然知道 这不是乌克兰对他的挑衅 这是美国跟乌克兰对他的挑衅 美国 对 为什么 所以这是美国干的 老姐 我跟你讲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的军队好像如有神助 为什么 因为美国给他开绿灯了嘛 你要的武器我本来就已经给你 F16我也给你啊 你要这个海马斯我也给你啊 你要ATACMS 陆军导弹系统我也给你啊 可是问题是美国过去都说 你不要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他现在的态度就是 反正这是乌克兰自己决定的 我们给乌克兰方面 自己去决定他们要攻击的目标 所以简单的就是美国开绿灯嘛 那你既然美国开绿灯的话 那乌克兰科技什么 我当然就直接开打啦 而且我听了以后吓死是 如果我的海马斯可以飞越俄乌边境 如果我的ATACMS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本土 那F16呢 F16是不是可以飞进去 当然可以飞进去 所以我跟你讲 美国开绿灯 所以普丁当然知道 这个背后来说是 乌克兰跟美国两个对我的挑衅 好那乌克兰现在呢 我就跟你讲 乌克兰的战法 或许会让普丁更加的摸不着头绪 怎么样摸不着头绪 这不只人越来越多宝姐 他这时候还故意轟炸 包括说别尔格罗德 然后包括利斯佩克 这个利佩兹克这个地方 他们的空军基地 还有很多地方发生爆炸 这在库斯克旁边 难道你要打进去吗 对 但是问题是你又有另外一边 宝姐 赫兽也发生了这个攻击 另外一个克里米亚也发生攻击 到底是你是要打库斯克 还是你真正的主力部队要进入克里米亚 这个让俄罗斯摸不着头绪 所以他认为 你到底现在是打法是怎么样 你不只是五路干扰我 而且你还有迷宗战法 所以现在的这个泽伦斯基就开始讲 他讲话不一样 俄罗斯打这个战争 再进我们的领土 现在我们应该感受一下 他们自己到底干了什么 所以现在这个连泽伦斯基说话 都变得比较昂声 比较大声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战争有可能会在最近一段时间 会出现一个逆转的情形也不一定 好 刚刚讲的是 昨天我们讲到这些乌克兰的部队 地面部队已经进到了库斯克 库斯克以后你想说 那个只是在这个作为一个所谓的席绕 没有想到今天更重要的是 刚刚讲到你今天是打到了利佩斯克 利佩斯克是一个俄罗斯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还有刚刚讲的你打到别尔哥洛多 别尔哥洛多我们讲的 你不管要打哈尔科夫 或是你要打顿巴斯地方 别尔哥洛多都是非常重要的后勤基地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冲 就没有想到 现在你的空军基地你的交通要冲 都已经在乌克兰的射程范围内 对 没错 好 抱歉 事实上这个利佩斯克这个地方 利佩斯克这个地方抱歉 那它距离边境有330公里 所以你要说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去洗澡它 因为第一个时间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利佩斯克 他们目前为止 所有空军基地在那边燃烧的一个状况 你炸烂了 火药库发生爆炸 那甚至呢 他们晚上的时候就 这个整个夜空都响起了这个爆炸声音 那为什么这样 宝姐这个地方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空军基地 这里面有什么 有苏3-4 有苏2-5 然后苏5-7 还有米格29 都在这边 这等于是非常 这个等于是简单来说 它是用来攻击乌克兰前行 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虽然它现在也被人家洗脑了 而且它距离俄罗斯 莫斯科也蛮近的哦 所以等于是说 它打到这个地方不只是我要打掉你的后面的这个空房的这个部分 我还靠近莫斯科哦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 当然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压力啊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嘛 你看五角大厦已经 开绿灯 这是他们的那个五角大厦的说明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嘛 他说乌克兰当然可以使用海马士和ATACMS的战术飞弹 或任何供应武器攻击俄罗斯库斯克地区 在内的任何一个恶军目标嘛 可是他已经不是讲吗 我给你的武器你千万不可以飞越俄乌边际吗 高姐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叫你冲啊啦 冲啊啦 叫你冲啊 就是这个是怎样 可怕 这个跟着之前呢 这个俄罗斯的官方去跟伊朗说你冲吧 给你武器你就冲吧 你要打什么打什么 现在是美国 叫你冲啊啦 往前冲就对了啦 所以现在显然乌克兰应该会展开去年没有展开的夏季大反攻 所以他们打进去他们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之后保险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动作吗 他们就开始埋伏在这附近 他们想说你们会有大量的部队来 结果没想到他们就在埋伏的时候把你们陆陆续续干掉 干掉之后呢 我再继续往前推进到库斯克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他们在中间 你知道俄罗斯不是没有准备的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碉堡 非常多的这个所谓据点 就没有他们一开始就先把你们两个据点端掉之后 你目前为止任何部队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呢 他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后防空虚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车程部队会跑那么快 原来我在输甲这个地方围点打员 任何援助的部队我就把你干掉 干掉了你快速往前冲 打的整个车程部队 还有这边的守卫军完全措手不行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先把你围住 围住之后还假装撤退 撤退之后有非常多无人机过来 你要来支援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这个坦克车把你炸掉 所以等于是他们现在战法是获得成功 而且现在共同步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乌克兰的目标是要 继续往库斯克的北边前进 他们要占领当地 这个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能发电厂 还要往前踹 对 为什么 因为核能发电厂当地有非常多 他们传言说是可能俄罗斯的武器都在那里面 他们现在占领这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对普丁来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资源 现在普丁他现在没办法 他现在要从前线 听说他要掉一万名的官兵回来 但是问题是 你要能够守得住 要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才看得到 所以那你已经不知道说 他们军队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这个在北边的战事来说 让俄罗斯真的完全惊慌失措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就讲了 之前俄罗斯的前参谱总长格拉西莫夫 被这个普丁对的 这样讲的完全哑口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今天要证明说 我们现在已经阻挡了乌克兰的攻势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反击 他现在这个反击不讲还好 他现在把这个画面公布出来 在俄罗斯境内反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你现在讲 这些战场在哪里 这些战场就在俄罗斯 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攻击 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部队 在俄罗斯境内 那不代表 现在乌克兰已经深入激进了吗 没错 格拉西莫夫虽然被普丁定 但是说 没有 我们已经把那个敌人都退去了 他们都已经回去了 你看我们国防部就公布一些影片给大家看 就公布影片 他们就说我们炸掉 你看他们炸掉他们的这个坦克车 然后炸掉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相当的装甲武器 可是宝杰 这个位置在哪里 在苏甲镇这个地方 已经是在俄罗斯境内 打进来了 所以显现 你公布这个照片证实 他们是真的打进来了 而且你没有防住 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国土里面了 难怪俄罗斯人吓死了 你说在边境已经把他退去 没有啊 他们已经打进来了 然后他们直接来公布另外一个画面 就说你看 我们这个抓到了乌克兰的这个坦克车 一直一个一个跟我们摧毁 结果没想到 宝杰 他们后来解释是什么呢 因为这两样坦克车是T62的俄罗斯坦克 所以这个影片是乌克兰的影片 他们还误用了乌克兰的影片 所以显现他们这些影片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都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证实一件事是 俄罗斯的官方证实一件事是 乌克兰真的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乌克兰的这个进攻 是已经有准备的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 刚刚讲已经投入刚刚讲的 我不是有一千个人进去吗 对 我有一千个部队 然后呢 每一个人 他我刚好配备一千架无人机 对 没错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讲嘛 他们一千个人 然后配备一架无人机 所以有一千架 然后还有这个四个旅 还有一个炮兵 这个协同部队一起作战 然后警戒下又有后备部队 那要因为当时的前面 前面来说 他们端掉两个据点 一个据点一个据点 都有大概约莫三个团 还有两个营左右的兵力 所以他们等于是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用优势兵力端掉一个 然后再端掉一个之后 然后再往前进这样一个方式 那当然俄罗斯 只能穿那弹啊 所以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 这个车臣的这个指挥官 他不是 我们不是说他们前线 有车臣指挥官吗 他说什么 我们有在前线啊 但是敌人的太奸诈 我们无能为力 也就是说他被骗了 被骗了之后 无能为力 他只能往后跑 因为这个 他们重要的防线 已经被突破了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可能会支援 越来越多部队 既然打进去的话 那当然就越来越多部队 往前进啊 所以这个前进的步伐 有可能在未来几天 还会继续往前推进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个资料 我还讲到 我才知道无人机 现在的运用有多么重要 刚刚讲 一千个人部队进去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一千个人 派了一千个无人机 代表每个人 都可以控制一架无人机 无人机进去了以后 你的战场管理 你的征收 工防收紧间 你的兼兵 你的这个所谓的征收 完全都由无人机来负责了 所以宝洁 为什么这次乌克兰 能够突击那么顺利 或许他们也在实验 一种新的战术 就是大量的无人机 跟大量的地面部队 用这样来协同作战的方式 看能怎么样来打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作战 我觉得也值得大家 来好好参考 另外就是格拉西莫夫 那事实上现在俄罗斯媒体 已经开始 有人指责格拉西莫夫 在搞什么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之前就已经有跟你情报 就说好像有人 在这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边境集结 但是格拉西莫夫 不以为意 没有关系 这个小打小 不可能会怎么样 就没想到就进来了 这进来的话 目前怎么办 现在库斯科的民众 他们现在就开始 有很多画面 你看库斯科的民众开始 你看他们的俄罗斯的兵团 被人家这个殲灭之后 熊熊火焰就这样派出来 对 库斯科 还有很多民众现在准备要离开 然后这个当地来说 很多加油站都已经挤满了人 大家都想要离开 这个战火的这个地方 结果我们要搞到最后 真的证实什么 乌克兰军队真的打进来 而且现在让俄罗斯最头痛的是 到底你的目标是库斯科 还是你的目标是南边的克里米亚 这个普丁大概也没办法摸清楚 好 宇雪 我们这边讲说 现在整个1000个部队 进到了库斯科 进到库斯科以后 占领了350平方公里 而且刚刚讲到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本来以为说 你只是乌冬地区 你要把乌冬地区 库斯科这个地方的交通要重镇 你的后勤资源 把你给去除掉 可是没有想到 今天出来的消息是 我在半夜 我半夜夜袭赫尔松 甚至原来承受压力最大 居然在克里米亚 而且克里米亚这边的 上300上400的防空飞弹群 几乎都被消灭了 不止如此 他们的所谓的飞机的机队 已经有三分之二跑掉 更不用讲 这里的黑海部队 已经名存实亡 本来刚才你把所有的战况 拆开来看 你会搞不清楚 乌克兰它到底真正的标的 是什么 到底是要往库斯科内部去深入 还是要去打克里米亚 其实这是一招 我们讲项起里面最绝的 叫做将军抽军 将军抽军 我请问一下 打库斯科真正的目标 请问下到底是库斯科 还是别的地方 不是哦 因为当他今天这22的 这个基步旅呢 冲到库斯科之后 他在下一步他可以去占领什么 他的电厂 当他占领他的电厂之后 他可以长期做一个居地 而离库斯科最近的 宝德哥 被这个质押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莫斯科 对嘛 所以这才是重点 当他打到库斯科 如果他发动全面占领的话 莫斯科这边会有为之震撼 等于说普丁绝对会摄摄发抖 所以你仔细看 为什么那时候普丁 非常的生气 甚至敲桌子 因为威胁到他本人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再来 库斯科他前进的是什么 22的是我们讲基布旅 但你以为是22基布旅 不是 宝德哥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他是整个旅情潮而出 所以很多专家在看说 这个太异常了 因为你等于是把整个旅的兵力 重装 全部的火力 all in到库斯科的地方 不寻常嘛 你all in在这边 而且后方还有没有其他部队 有喔 包括72旅 以及80旅 这些三个部队 都在后面带兵而动 所以昨天大家以为说 你只是袭扰破坏 你只是小打小闹 因为以乌克兰我们再讲 你的那个人力 包括你的部队 你是不可能长期在俄罗斯占领的 结果他还是派了大量的军员进来了 对 所以这叫什么 将军 我跟谁将军 我跟普丁将军说 你要不要来顾库斯科 你如果不顾库斯科的话 我可能600里长驱直路 就直接可以打到莫斯科郊外 所以与此同时各位 你如果只看这个的话 你会想说 难不成他们真的要写任普丁吗 当然不是 这个叫将军 那抽居是哪里 抽居就在于克里米亚 以及赫尔松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讲 克里米亚很危险了 当然因为克里米亚 你知道他有什么重点吗 以前为什么他可以维持他的铜枪铁壁 第一他有黑海间的做保护 再来他有萨姆400 再来他有最庞大的我们讲 高达300架的空军 全部都蔚在那边 但请问一下宝典哥 现在还有 没了吗 对嘛 你仔细看了 克里米亚现在全面被轰炸 包括弹药库 包括他的机场 我们就讲 第一 他们现在透过说 包括什么海王星飞弹 包括所谓的无人机 全面轰炸 各位你仔细看那个画面 弹药库被炸的全部都是一塌糊涂 这都是克里米亚 对 这么惨 对那这就有个问题来了 以前为什么海王星飞弹打不进去 以前为什么没有办法无人机长驱植入 因为以前克里米亚有非常我们讲的 优秀的空房 包括萨姆400系统 萨姆300系统 布置的很严密嘛 而且这里我才知道 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空军基地 对 那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才知道乌克兰的大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他一直要派一些无人机 派一些自杀无人潜艇 前驱不断的骚扰 包括贝尔贝克这次机场都遭到轰炸 理由很简单 他就是要把你周围的 我们讲的原本的防空设备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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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卸下来 卸下来之后你防空设备也没了 然后呢你的黑海舰队 请问一下各位现在还有吗 不见了 名存实亡嘛 他本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 他的赛返港 是非常重要的黑海舰队的基地 现在 走跟他背咧 走跟他背只有一个理由 如果说我待在这边是安全的 我当然会待 如果我待在这边是危险的 我当然赶快拔腿就跑吧 因为现在他们最可怕的是什么 克里米亚 因为他是一个孤岛 孤岛我们讲在战争里面的形态来讲 最好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连外后勤补给非常薄弱 而且只有一条道路 只有一条铁路 义工难受 对 所以原本他们最重要的依靠呢 就是这个赛返港的 我们讲黑海舰队 但当黑海舰队这边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防卫 当面对领空来的这个我们讲来办呢 他没有办法再防守的时候 克里米亚就变成了乌克兰 唾手可得之物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占领的原因嘛 难怪泽伦斯基现在志得意满讲 我要让普丁常常战争的滋味 对所以你仔细看 他不只是打克里米亚而已 他甚至我们讲 他后方呢 我们讲俄罗斯的境内都遭到轰击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境内 他透过去打你后方的援助 他最主要目标是什么 因为你看比如说这边 萨姆斯白先遭到轰炸 甚至是我们讲了 他们讲参文部算说 目前他整个飞机呢 已经损失了363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根本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损失 所以你知道他做什么动作吗 他直接把克里米亚这边 黑海舰队附近的空军基地 撤了三分之二的飞机 撤三分之二 对是战力保存吗 因为他原本大概260架 然后现在说说说说 说到不到90架 那当然有些是被乌克兰的 我们讲摧毁掉 但大部分是他们直接调回国内 而且他说他现在有很多的机场 一架飞机都没了 对他其中有两到三个 其中有两个机场 完全是空的了 等于说他们只集中在 我们讲可以保存的地方 保雅哥你知道为什么说 他这边会完全是空的吗 我守不住我刚刚放在这边 你等一下无人机来 又把我炸掉 我又守不住你 我的机枪就打不到你 我又没有防控设备 我不是变成 如果放在这两个机场变成什么 变成你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火把吗 变成你风暴自营的火把吗 我怎么可能摆在这边 而且我如果摆在这边 剩下可以防卫的防卫也不强 所以大部分的都撤回去 再来有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F16 F16来了 请问下如果F16来了 第一个你空右眼没了 对不对 我AM120随便就把你空中目标打掉 再来你如果停在那边 地面不对 我也可以对你倾脚 所以对来讲我根本得不偿失 与其在这边跟你硬碰硬 我不如赶快让杠回家去 把我的重要的飞机先撤回去保存 而且导播我们现在看到 接下来的画面 这个东西是非常精准 这个非常精彩是 你简直是有美国特种部队 像美国海报部队 进行夜袭 在整个漆黑的夜晚 在水面进攻赫尔松 保利哥我们讲 战争的时候最害怕什么 就是这种漆黑夜黑风高 有水鬼摸进来 突然间把你这边炸那边炸 完全搞不清楚 各位 这真的是夜黑风高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讲的 去攻击赫尔松 乌克兰这种部队 所以你看到他们是趁着夜袭的时候 而且他们去打击什么 打击你的装甲师 打击你的装甲部队 所以他不只是这样 当他潜去之后还通过轰炸 通过无人机等方式 你知道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吗 包括我们的两机车 包括我们的NTLB 全部都造成重创 而且最可怕是什么 被炸完之后 然后吓死了 然后赶快晚上醒来 然后到底是谁炸完 不知道 摸了就走 摸了就跑 所以人家不知 碰到水鬼了 对 这就是水鬼嘛 战争最怕的 再摸到水鬼 跟他打一千里也不知道 人在队 而且更可怕是什么 他不只是打击赫尔松这个地方 因为我再强调一次 他其实目标是克里米亚 但他故意借由赫尔松这种骚扰 甚至他打到哪里 境内哦 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这个很难编 这个是都跑到里面去 他刻意去炸俄罗斯的境内 他们想说 没有啦 只是无人机轰炸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 我们直接看他现场那个机场 爆炸画面 哎 冒雪哥 无人机可以炸成这样是吗 当然不行 还训装饮 他说不是嘛 所以你知道这什么吗 F16来了 F16来了 F16登场了 F16直接炸给你看 所以你想想看 你若是俄罗斯 现在多处都我们讲的 战况到处四起 焦头烂尔 所以变的是克里米亚 恐怕想守也很难守住 好 刚才讲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 乌克兰进行了攻击 现在已经进到了 第一个进到库斯克 现在我也对克里米亚 跟赫尔松进行攻击 可是你说不是 像你过去 你过去也去注意国际政治 你说关键在美国 是美国开绿灯 美国帮他训练好了 美国把所有东西 美国才是背后真正的淫无者 保释哥 因为最近大家关心台湾的事情 这个比较没有在看 但我跟大家讲 你上网去查 在今年的5月30号的时候 路透社有一个独家报导 他说美国总统 当时还是拜登 还没有退选 他打算要对乌克兰开绿灯 在过去这两年当中 美国所提供所有的 包含海马斯火箭报 等等这些武器 都有一个条件就是 你不能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你可以把俄罗斯在两年多前 入侵乌克兰的军队赶回去 你打圣战 你保卫你国家都可以 但你不能去打乌克兰 你不能去打俄罗斯 所以这个禁令 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直都没有被解开 所以过去 你看到乌克兰在怎么样 就是在这个乌冬打来打去 所以之前都在哈尔科夫 那把这个你要知道 从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5月底就传出 哈尔科夫的俄军打回去 你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 就你看哈尔科夫在这里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北边 这个哈尔科夫最下面的地方 可是跨过了国界以后 往上走就到库斯克 这已经是俄罗斯境内了 这个地方是哈尔科夫 那一开始5月底的时候 保卫我要讲 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5月底的时候 路透社讲说 开放这个乌克兰 使用这个美国的武器 打这个哈尔科夫 把它打回去以后 可以打到边境里面 但是他没有想到哪里 所以就打到比尔哥罗德了 对 那现在目前不是 保卫今天最新的状况 是已经打进库斯克了 而且还有影片 那库斯克再往北走 当然那个莫斯科 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你要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个 五角大厦 为了这件事情 今天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来 保卫你看 他开了记者会 Sabina他的这个新闻秘书 他接受媒体的提问 媒体再次跟他确认 所以包含美国所提供 乌克兰的武器 确实可以打进俄罗斯吗 这个部分我们要做确认 结果没想到Sabina回答 他说Yes 我刚刚已经讲了 所有你对于拒绝入侵 反击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 美国的武器 他可以打到所有 他能打到的地方 所以他同意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 打俄罗斯 那现在确实也是打进去了 第二个 长城武器可不可以直接打莫斯科 他说我们不希望用长城武器 所以现在除了莫斯科之外 等于全部地方都可以打 那我这样我不打莫斯科 那我一直推进呢 现在据称是1000个乌克兰的士兵就进去嘛 他讲说1000个很简单啊 这个克鲁文宁公也发信 我们已经见面260个了 所以还有740个 但问题是 现在乌克兰他不断发布影片啊 刚刚最新发布的影片观众朋友看一下 他说我们才一推进到这个库斯科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的士兵马上就投降啊 整批的士兵马上就不打 而且他们的装备你看起来有没有就这样啊 这都是投降的 对 这个是乌克兰公共的影片说 我们一打进库斯科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反抗 所以我们开始呢要往前推了 那你今天库斯科 如果你打到库斯科那个城镇的话 是100公里 那现在目前了解到大概已经推进 乌克兰说我们已经推进10公里了 那他要推进多少 那重点在于这里 从2022年2月24号那一天 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 那哲伦斯基讲什么 如果是讲这个台语的话 反击俄罗斯攻入库斯科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感觉 因为两天前你打进来啊 对 所以宝洁哥这叫反击嘛 反击是以前是你打我 现在是我打你 以前是你跨过了国界 打到乌克兰 现在呢乌克兰要大反攻 我要跨过国界打进俄罗斯 而过去这个事情是被美国限制的 没想到就在今年的5月底 特别到6月的时候 美国政府已经完全开放你这样打 那如果是这样打的话 乌斯科只是第一站 莫斯科不能打长城武器 可是你慢慢往前推断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目前还不知道 好 瑞德刚刚讲是 一千个乌克兰士兵 刚好配备了一千个无人机 而且你现在在乌克兰战场里面 刚刚讲你用的无人机 你用的F-16 你现在用的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还有你今天用的这个火箭 火箭这个长城武器 不是都跟台湾一样吗 老杰你知道 那么这几天啊 乌克兰打进去库斯科 这代表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代表什么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现在 俄罗斯的领土第一次被另外一个国家的正规军打进去 对耶 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都是俄罗斯比较反俄罗斯的 然后清乌克兰的这些民兵小规模的 这个等于要洗脑破坏嘛 这次不是 这次是直接打进去 目前乌克兰公布有四个旅 四个旅呢 正规军啊 那么直接一开始的时候是配搭配11架的 11辆的这个等于坦克 还有20几辆美国跟德国所提供的这个 等于说装甲车嘛 进去 乌克兰都没想到会那么容易得手 他没有想到 你知道吗 他真的没有想到 所以现在你知道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第一次正规军攻打进去 俄罗斯之后 你知道这三四天他得到了什么战果 他已经把占领 乌克兰已经占领了俄罗斯 350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罗斯对普丁来讲 这是起始大辱 为什么 这两年半以来啊 那么只有乌克兰的老百姓在逃难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现在 竟然有数以好几千计的 这个的库斯科附近的老百姓 他们在逃难 然后加油站挤满了 挤爆了加油的人 那全部在逃难 然后这个乌克兰啊 这一点我们要学 要学乌克兰的心战中心 心战中心故意把俄罗斯 几十名那个部队呢 投降趴在地上 那全部作为他们的宣传的影片嘛 根本不战 我不打了 我投降 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不打了吗 为什么不打了 因为他们的人 原来 他们的守卫军原来 少于乌克兰 他们知道我打不赢 我不想死 你知道 我不想死 所以我刚才投降 我底下投降 我就全部趴着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没有什么那么容易得手 所以虽然俄罗斯说 我们已经见面了 一千个里面的六百个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乌克兰还源源不断 一直在增援 这个如果在孙子兵华里面 叫做唯卫就造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两个月以来 事实上 他们俄罗斯一直攻倒 往乌克兰 一直把去年 几乎把去年 下几乌克兰 反攻的那个土地 几乎都被他拿走了 打乌通 对 所以他现在呢 直接我打你本土 打你本土以后呢 我也直接攻进去 本来以为他攻进去以后 就会退 对不对 他没有退 没有退 他后面还源源不断进去 而且现在坦克越来越多 坦克跟装甲车越来越多 然后呢 海马斯火箭弹 开始丢 开始炸 我告诉各位啦 现在这场战争到这个地步 对不对 对我们台湾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呢 他的海马斯火箭弹 就是美国要卖我们的嘛 然后呢 他的F-16 还是比我们的F-16V 比较低阶的F-16A B 他的飞机进去了 然后紧接而来呢 他们所用的赤震飞弹 所用的标枪飞弹 都是我们跟美国买的 相关的近距离的飞弹嘛 反坦克跟反空嘛 还有无人机 还有无人机 战术都是一样 而我们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自己买 然后呢 源源不断 我们有的东西 比他们有的更多 我们的飞弹的数目 比他们更多 所以呢 我们的国防部跟 参谋本部都在看 乌克兰是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在这个战场里面 然后他们就突袭成功 因为太轻敌 因为这个情报事实上 早在几天之前啊 俄罗斯的参谋总统就拿到 拿到根本没有 连普丁都没给他回报 没回报以后 他想说 你哪敢 你哪敢这样打过来 就打过来以后 发现没有抵抗 就一直往孤军深入 那一步段的深入 深入了以后 他现在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天然气的中继站 就是俄罗斯要输往 中欧的天然气的中继站 我如果把他拿下 那我问你嘛 你这些天然气 是不是我把咽喉掐住 另外一个是核能发电厂 他不会把核能发电厂给炸了 但是当时你不是把杂波罗热的核能发电厂 拿下来那种感觉俄罗斯 你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事实上 告诉各位 美国在问这个事情都装傻 我们不知道 事先不知道 但能不能用 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这样做吗 因为美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唯会就造 不要忘了 伊朗集结大军说要打以色列 说如果美国拦截伊朗的飞弹跟攻击制造轮机 就攻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这个时候呢 如果让俄罗斯的老大哥 疲于奔命 然后挤如若干热锅蚂蚁的话 对美国来讲 一石二鸟 这时候当然故意装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